大熱天 泳客在海中游泳 清涼又消暑 不過一旁卻傳出正任的工程聲 原來萬木山海信泳池已經封閉 正在施工 目前沒有對外開放 但還是有民眾質疑要進入 鏡頭直接直擊 民眾搬開圍梨 直接進入宮區 萬木山海信泳池 是夏天許多人常去的汽水勝地 但由於設備老舊 已經造成安全疑慮 因此北關處 金融市政府合作改建相關設施 從6月26號封閉到12月2號 總共160天 不過最近天氣實在太熱了 民眾想辦法就是要游泳 有些遊客他們都會擅自闖入 連我們的時空回憶都被破壞 然後也跟他們勸導 但是我們也還是沒辦法遏止他們 我們也頂多是勸導 盡量不跟他們一起衝突 時空單位就怕發生危險 建立勸導遊客 為了避免衝突 只能有心勸導 甚至有時候還會被罵 面對這樣的情形 市政府決定硬起來 拜託我們的遊客 我們整個工區其實是蠻危險的 那就務必在這段時間 我們會繼續去趕工 營造一個很舒服的環境 讓後續的遊客 能夠從事一個環境 是很安全的一個遊規的空間 這段時間請遊客務必要遵守 就是盡量在這段時間 不要去重施 後續我們會跟海巡署等單位 然後去做整個工區 如果有民眾不遵守我們的規定的話 我們會配合海巡署 我們要拜託海巡署或警察單位 來協助我們做勸禮 或者是移送的一些作為 民眾三自闖入 一旦發生危險 後果恐怕難以收拾 基隆暖暖清水公園 有細水池 拱形的噴泉步道是不錯的選擇 這個水池蠻低的 蠻適合小孩 就是如果受傷什麼的 安全性都還不錯 在我們的這個噴水的地方 都會有因為小朋友奔跑 然後怎麼樣他會去跌倒 那我們今年在這個地方 我們就特別加了一些 黃滑的這些膠上面 現在看著成黃色的這個地方 讓小朋友假如說 在走的時候 能夠更安全更舒適 海星游泳池 最快要到12月初才會完工 暑假剛開始 民眾玩水不要霧踏進區 上了荷包 也讓自己掉入險境 記者 黃少民 金融報導